车轮为什么不是方的呢 每两年脑血栓提不出这样的问题 但有人还真进行了验证 其实和正常车轮一样 先要打造一个轮毂 由钢板钢筋焊接而成 但是加强了中央和四脚 每个大约90公斤重 接下来要给方轮毂套上轮胎 这比做方轮毂还难 要将正常轮胎割出中间圈层 套在方形轮毂上 但轮胎很难套上去 需要借助润滑剂 还需要铲车的帮助 但都没能如愿 只能再找来大一号的轮胎 勉强做成了方形车轮 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充气 下面试下效果 实验过程非常高效 这俩人快把屎颠了出来 甚至还跑丢了一个车轮 但他们还是想让方车轮更稳定一些 如果将对角的两个车轮调成角度 其他两个平面着地 会减轻车辆颠簸的程度吗 这样调整 形势中的颠簸会相互抵消 看下实际效果 效果比刚才要好得多 随着车辆加速而变得平稳 但是四个轮胎全部被甩飞 那方车轮的越野性能怎么样 他们找到一处斜坡 测试方车轮的爬坡性能 理论上 传统轮胎接触地面面积小 接触区传生压强较大 前进时更容易陷进松软的地面 而方形轮胎接触面积较大 传生的压强较小 更容易在松软的地面前进 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证明 无论是舒适度 速度和性能 方车轮都比不过传统的圆形车轮 这下大家知道 为什么车不用方车轮了吧 电影中两车迎头相撞 夹在一起还能继续行驶 甚至180度回旋 这可能吗 他们找来两辆车 先对车进行改装 想办法让他们合二为一 每辆车都超过两吨 想要头对头连接在一起 还能在路上正常行驶 需要设计一个连接钢架 再将钢架焊接在两车车架上 确保两车相连后 拖车将连体车转运到实验场地 下面他们将分别测试连体车 直线前进或后退 90度转弯 180度回旋 实验开始 当连体车只由一辆车统一控制时 它承担的负载是两辆车的重量 驾驶起来会非常困难 直线测试中 连体车启动后不久 方向就失去了控制 刹车距离也增加了一倍 这是因为连体车控制方向的转轴在中间 但一辆车的后轮在前面 控制方向时轴距变短 增加了失控的可能性 而车的负重增加一倍 刹车系统需要承受两倍的压力 才能将连体车停下 也就是说 连体车可以共进退 但很难控制方向和速度 在电影里 两车可以一起快速转弯 那刹车会像电影里一样简单吗 他们选择了一条空旷的道路 当连体车行驶到弯道时 猛大方向 根本无法转弯 反复常试后 还是没有大的变化 为了还原电影场景 他们准备在湿滑地面再进行一组实验 理论上水可以减少轮胎的抓地力 那连体车可以顺利划过弯道吗 结果是无法转弯 如果将车的轮胎磨平 最大程度的减少抓地力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吗 实验结果并没有改变 连体车转弯并不可行 看来电影里的场景 还有待张趣 那高难度的180度回旋能实现吗 当车加速至80迈 两车到达湿滑地面后 司机猛打方向盘 虽然没有电影里那么绚丽 但两车实现了180度回旋 代价是两车的后胎全部报废 电影007中 弹射座椅能把车翻转180度 这是真的吗 他们找来一辆和电影中相似的车 为了确保实验效果 先锯开车顶 再附架安装好强力弹射座椅 然后安装一个导轨 弹射座椅后的轮子卡在导轨中间 防止座椅弹出时偏离轨道 为了防止火箭把车底烧穿 在车底增加一块金属板 这样车的重量就和电影中相差无几 在开始实验前 需要先测试弹射座椅需要多少推力 才能将乘客弹出 他们找来四个火箭 每个能产生近900牛的推力 4个火箭 足以将200多斤的假人和座椅一起弹出 假人被弹到了6米甚至更高 推力测试完成 但整个车充满了烟 司机也跟着遭殃 这样的推力能将车翻转吗 几人通力合作 加上机器的力量 将安装好弹射座椅的车子四轮朝天放置 面对1.8吨的汽车 四个火箭的推力效果如何 车子基本没动 看来四个火箭的推力还是不够 只能增加火箭数量 这次火箭的推力是之前的5倍 战斗机级别的火箭冲击力 能让汽车翻转过来吗 3 2 1 火箭缠上了巨大的火球 但汽车只是抬起了一点 并没有翻转 他们还是不甘心 为了制造电影效果 他们准备增加一个氮气炮 来让车子翻转 加大炮筒的直径 器官的尺寸 达到最大的喷射效果 将氮气炮放在弹射座椅下 在弹射炮中 放一根一米长的铁棍 将它焊接在地面 当氮气炮启动时 铁棍会带着巨大的能量冲击地面 将车震翻 实际效果如何呢 3 2 1 氮气炮将钢棍打出 巨大的冲击力 使汽车成功翻转180度 但这并不是残血座椅的功劳 看来007中章汽车翻转 至少需要一门大型氮气炮 才能连城